比方说我们看孔夫子在立他的时候 你看孔夫子他有一次要到一个小国家去 那个国家发生了内乱 那个叛军就不喜欢孔夫子过去 找这个国军 就把这个孔夫子整个 他的学生跟孔夫子整个围起来 然后就要求孔夫子说 你不准到那个国家去 我就放你走 你要到那个国家去 我就把你困住 孔夫子说好那就不要去 很简单 那么答应他以后 这个叛军的军的就退了 退了以后 子路那个时候为孔子驾车 子路说那我们要到哪里去 说照我们原来的计划去 子路这个人是一个很憨直的人 我们答应人家是可以后悔吗 孔夫子说 我们这个不叫答应 他拿的刀来强迫我答应 这个不能叫答应 这个不是够不成答应的 所以他还是到那个国家去 所以你看他在判定事情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违背信用 他有更高的鉴定 又比方说 你看有一次子路 有一个小孩子的掉到河里面去了 他永远把他救起来 救起来以后 这个小孩的家人很感谢子路 就送了一只牛给子路 子路很谦虚 说这个救人应该做的事情 夫子教计我们 这个行善是应该的 就把这个牛退回去 孔夫子听到以后 就何则子路 他说以后会有更多人 溺毙于何中 就是因为你把这个牛退回去 后来子路听了以后 不得已又把这个牛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 你去救一个人 那么人家用牛来回馈你 这样子得到大家的鼓励 鼓励大家做善事 虽然这个牛只是一个小的回馈 但是却有对众生 有启花有鼓励的作用 所以你看在利他当中 这个善法行就是这个菩萨 他在做每一件事情的 抉择那个见地 都能够成就十方诸佛 立他的规则 就他做什么事 佛陀来做也是这样子 没有差错 他那个抉择力 特别的精准 该怎么做 做到什么程度 他那个分寸的拿捏 非常的精准